我們現在在成品南溪站 這個地方開了一個很厲害的可麗餅店 他們的這個經典 草布雷 嗯這個 好好吃喔 好荒謬喔 我這輩子吃不到五次可麗餅 我現在居然在做可麗餅 你這樣太多了啦 特畢 他把可麗餅張成車來補土是不是 如果你看到這樣員工 你該怎麼辦啊 那因為水水扣掉 我不會讓他過 我們現在在成品南溪站 因為我有一位很好的嫂子 王婷婷姐 她在這個地方開了一個很厲害的可麗餅店 我的兩個女兒一看到IG照片 小熊冰淇淋 還有那個很浮誇的可麗餅以後 他們就考著說要來吃可麗餅 所以今天我特別帶大家來體驗一下 這個好吃的可麗餅 這個品牌不簡單 據說技術是從很快的 嗯這個品牌聽說已經有十年了 然後在這邊也是一個排隊名店啦 聽說光你要旋轉那個餅皮 做那個餅皮 要訓練一到三個月 其實我一直以為你今天找我來拍攝 真的是要來吃你做的可麗餅 要啊 但是我怕捲不成可麗餅 中如一的煉乳脂肠 沒錯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自己做的可麗餅到底好不好吃 超派 超派 那我們歡迎這個品牌的創辦人 那你好 我叫我比亞 這個可麗餅 請說創立到現在十年了 是 那你到日本去拜師學育把它帶回來 是 最早期我先把它帶回來台灣 然後炫持一個炫風這樣子 聽說台灣的可麗餅很特別 因為台灣的可麗餅是做成脆的 對 可是在台灣你們的品牌是軟的 其實全世界的可麗餅都是軟的 只有台灣做脆的 因為台灣有好複製嘛 因為他們都是攤飯 那相對的他們就是好操作 可以加一些玉米罐頭還是什麼 因為畢竟夜市要有冰箱 或者有這門技術其實是相對的不容易 所以我以前我是小時候在日本吃到 在哪裡吃到 在游泳池吃到 游泳池吃到 我覺得很特別 為什麼台灣一直沒有 不然我退伍後就去日本 學這門技術回來 聽說這個員工訓練 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對不對 對 大概至少要一個半月幾個月 一個半月才能夠做出一張完整的餅皮 我們有時候只去念一個員工光尖筆 丟了800張還不會 丟了800張 你們只要有破損 只要不成形就是直接丟掉 因為連轉都轉不起來 連轉都轉不起來 你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嘗試一下 對 你要跟我們講解訣竅啊 對不對 對 你如果都沒有教我的話 不叫而殺未知虐 我完全都不知道 你跟大家講解一下訣竅好不好 可以 我先建一張示範 示範 就大概一直 然後要起來的時候 我這樣 手尾 倒在中間 倒在中間 然後下去 第一圈集中 把它拖回來 然後慢慢地壓低 壓低就會放大 對 然後手尾 對 這樣 看是很簡單對不對 嗯 看起來不難啊 嗯 好的 很棒 請超哥試試看 試試看 對 你OK的啦 我覺得你可以 試一下 你成功的話明天可以來上班 明天來 明天來煎可麗餅 除非你去 然後殘皮的時候 對 不要出力 輕輕的平放 平放 進去就好了 喔 撿到時候不 輸了先 撿到時候不 然後不 不 好去 上 你要不要先熱身一下 鬆一鬆筋骨 轉一轉手 這樣 OK 它難的地方在哪 它難的地方就是在控制它的那個 平均 力道很重要 因為你太大力太小力都不行 太大力皮就會破 那也會流出去 它就不會成形 到目前為止都很完美喔 好緊張好緊張快點來 有天分的 它要高一點 慢慢轉出去 對對對 到現在都很好 對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應該還可以救 應該還可以救 沒事啦 不要再掙扎了 蛤 你還是沒救了 先拿一擠下去就破了 就破掉了 水果會往外出出 這樣做不能用 這樣就對了 不行要打掉 今天是有懲罰的喔 失敗的要自己吃掉 你今天晚餐我知道是什麼 好幾十張餅餅 八百張餅餅 八百張餅餅 其實也還不錯啊 我這個如果做蜂蜜口味的話 是還OK的 來來來來 第一次算OK 碎 碎了 碎了 我是脆的 你是台妹 所以你做的是台式的口味 我做台式的 可以啊 恭喜你獲得 餅皮一張 好荒謬喔 我這輩子吃不到五次可麗餅 我現在居然在做可麗餅 我現在居然在做可麗餅 看看你的比較厲害 是我的 晚餐就看這一張 晚餐就看這一次了 他是反著轉 你沒有跟我講要往左往右 OK 好 還算 我看到我的晚餐了 沒有到太差耶 沒有到太差耶 好假薄 作弊 這樣太多了啦 特畢 他把它補滿 算聰明啦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轉好也會補 但是沒有 沒有這麼多啦 老闆 你這樣子 超厚可麗餅 這厚石板的對不對 不要太來了 哪裡有洞就哪裡了 他把可麗餅張成這樣補土是不是 如果你看到這樣員工你該怎麼辦 這樣 我不會讓他過 我把它做成紅螺燒了 這看起來比較像蔥莊餅 蔥莊餅 慘了 這麵煎完半半面 半面再煎 你剛剛就是蔥油餅耶 半面再煎一下 哇 脆固固 這真的要技術耶 除非你剛剛的這一張真的是 欸我覺得你跟我比起來算漂亮 非常漂亮 可是我一張的厚度大概 帶你們兩張的厚度 欸瑞瑞你要來試試看嗎 好可怕 不會啦 旁邊有教練教你 來 我先偷吃一下我那個可麗餅 到底是什麼味道 對 太小了 真的嗎 還可以 不是要太大 我手太小 我手太大 我覺得比較好 原來它不像 某些地方一樣是 越厚越好 越粗越好 緊張嗎 緊張啊 那我有信心可以贏過爸爸 要贏過我 不是很難 加油 完了完了 來 好像比我爸還爛耶 怎麼會這樣 啊 我知道啦 因為我有不存在 做可麗餅的技術 母女怎麼都一模一樣 果然是你女兒 真的是 果然是你女兒 但你可以做得比爸爸還醜 也算蠻厲害的 爸爸起碼還把它做成一張蔥油餅 你這個連蔥油餅都不算 川哥 是吧 叫學姐 學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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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時候當初 學多久 我學餅皮半個多久 它算快的 對 這個有時候也是要一點點天分 對 就手不巧 或者是沒有拿捏到訣竅 不過我相信很多事情就是多練習 對 你們剛剛都吃過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齁 我們家的可麗餅是比較不會那麼甜的 而且我們的現代油是用非常好的 它是會融化的 可以代謝的料 跟蛋糕上面那種固體的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動物性跟植物性還是有差別 沒錯 現在都講究這種吃甜食 也是要讓你 就是 吃的健康 沒有負擔 對 其實 平均價格都在120到150之間 其實算很平價 特製牛肉佐生菜150 這牛肉看起來也很好吃耶 是 我們是用澳洲的牛肉 你們一份給這麼多牛肉 不超所值 你們一次給它這一盒喔 對 然後這樣賣150塊而已 對啊 他拿這一盒出來 我以為他可以做兩三份可麗餅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對 我們趁重的 那真的很便宜 現在原料都很貴 很貴 長很多 對 然後梅乃滋是日本的麻油內子 QP的梅乃滋 這牛肉 我看到那個量 我真的嚇一跳 因為一般 我認為最多給一半 結果是給整個 對 我們吃可麗餅也有一個方式 我們是打開直捲 然後兩邊向下折 對 然後轉起來了 喔 對 比較厚一點 嗯 好吃耶 而且加上那個青菜好清純 嗯 是 沒有那個生菜的那個 那個生味 對 重點是牛肉夠多啊 吃的都是牛肉的味道 對啊 吃的都是牛肉的味道 這是我男生我會喜歡的 客人的比例大概女生是六成 男生是四成 男生有四成 男生有四成 有 我們男生很多 看一個小看 因為其實很多日本人 都稱讚我們做的比日本好厲害 他們 基本上在做就是 就是怎麼加就是鮮奶油 要嘛就水果 要嘛就是醬料 嗯 像我們來到台灣 可以加一間可麗露布朗尼 馬卡尼就加下去 嗯 因為他們覺得 布朗尼它就是一個單樣商品 對 可麗餅是一個商品 那你怎麼會去把它做 會不會有一天你學自日本 然後你反銷回日本 到日本去開聯手店開好幾百間 平心而論啊 我是個不吃甜食的男生 但是我吃完你的可麗餅 而且是這種鹹味的 我覺得 改觀了 非常好吃 他只吃到你餅皮的那個蛋香 然後再加上牛肉很清爽的味道 再加上生菜 我覺得很棒 我們裡面有獨門配方 不是真的只有麵粉這麼簡單 對 他們的這個經典 金典 蘇菲尼的 這上面在抹的是什麼啊 卡士達布雷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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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四年前從日本捧起來 在原宿那邊 這種炙燒 就是這個烤布雷系列的 可是我們回來又把它改了原宿 這是有層次 這樣子吃到鮮奶油 分別有一束冰淇淋 上面是烤布雷醬 那也可以請曹哥咬一口看看 謝謝 謝謝 嗯 這個好好吃喔 基本上要讓我說很好吃的甜點很難 我用餐從來不吃甜點 好險超貴又喜歡 真的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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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口感脆脆的 然後呢又有cream 然後呢裡頭冰淇淋又有冰冰的感覺 雖然看起來就一個甜頭 可是它跟你不同的感覺 有神色感啊 而且我可以跟你講很紮實 反而是我剛剛吃的牛肉捲 我覺得它是很清爽的 它是吃完以後不會 讓你覺得很飽 我反而覺得這吃得很飽 你知道嗎 是的 這個你說真的 食量小一點的女生用它當正餐 絕對夠了 夠了夠了 不會吧 小福你吃完以後你覺得好不好吃 好 蘇菲好不好吃 好吃 好不好吃 好吃 好不好吃 非常好吃 有沒有信心 有 好不好吃 非常讚 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帶你看見源自宜日本 但是連日本人都稱讚 搞不好比日本當地做得更好吃的可麗餅 超白 我們沒有搞什麼 沒有兔子 有雞蛋 對 或者是什麼可麗 或者是草莓蛋 對 但是我們有熊熊是巧克力咯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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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每個小朋友都要吃熊熊 真的很 一會兒 都會有熊熊 好看 好看 還有什麼 都會有紅